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相信有关注过五六七的小伙伴 一定有被江主任的年轻样貌惊艳到 虽然江主任变身后实力强悍不少 却因此拆散了两对情侣 大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下面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吧 作为小鸡岛上的剧委会主任 江主任可谓是尽职尽责 他为了将自己所在的村庄保护好 每天都会在很晚的时候才回到家中 在吃完饭之后 就心满意足地躺到床上准备睡觉 而这一次江主任却遇到了自己的初恋情人赤牙 因为早期的一些恩怨纠葛 江主任就与赤牙开始了一番恶战 因为江惠莲的力量被封印的缘故 因此江惠莲在作战的初始阶段 就处在了阶级败退的状态之下 在此情况之下 他不得不发出自己的最强一招 从而将赤牙打败 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 保护好小鸡岛上的居民 而江主任想觉醒大招 百年绽放 就必须得到一位男子的吻 于是他就夺走了五六七的初吻 这一吻拆散两对情侣 一对是五六七和十三 一对就是他和赤牙 那么江主任 这究竟是不是无心之举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